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5号到19号将在台北东区商圈松山文创园区国父纪念馆及吸引商圈展出 1月3号充满科技感的巨型太空玉兔正式亮相 还邀请台湾之光奥运举重金牌国手郭信纯为玉兔带来生动的脸部表情 3 2 1 启动 在交通部长王国财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共同揭晓下 穿着太空装背上喷射器的太空玉兔正式亮相 这是2023台湾灯会主灯 以机器人为造型充满科技感的玉兔 灵感来自于台湾傲视全球的半导体晶圆产业 我想一个国家灯会的主灯不只是标示当年生肖的主题意向以外 其实它还可以带个国人一起回顾我们过去一年大家的骄傲 那我想台湾的金人产业没有疑问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 不只科技感十足 太空玉兔生动的脸部表情变化 更是台湾之光 奥运举重金牌选手郭敬春 透过脸部动作捕捉技术所带来的成果 这是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一开始其实听到的时候就想说 哇会不会很难 然后我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表演 然后好像我是一个非常爱演的一个选手 就是老师很会引导 然后他就告诉我 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然后表情大概那种情绪要怎么样 所以老师非常会引导 所以那一天就真的非常顺利的 把那些表情都一次性的把它录完 另外小朋友最期待的台湾灯会小提灯 也同步揭晓 设计师林家伟以爱丽丝梦游先进的白兔为发想 绑上红色蝴蝶结的小兔提灯 还可以变身 组装成头上带的兔耳朵 让小朋友化身为超萌的小兔子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那今天其实一开始在设计小提灯的时候 小朋友就跟我说 我很想要有小兔子可以提 可是我也很想要有兔耳朵可以带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就是他挣扎了很久 所以妈妈为了要一次满足小朋友的两个愿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兔子做了一个变形 让他变身以后也可以变成兔耳朵 江龙部长王国才表示 江龙部光局结合民间与地方政府资源 在元宵节期间举办的台湾灯会 每年都会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到场参观 这次回归台北市举办 希望让大家看见台北市23年来 城市的蜕变与进步 今年是在包括我们东区 包括我们国务纪念馆 我们松山文创 到台北市政府到101大楼 在所有的这个高楼建筑跟城市巷弄间 都可以看到我们灯会的这个策展展演 那有时候23年回来也刚好看看 台北市在23年城市的蜕变跟它的进步 部长给市长 谢谢 与江龙部长王国才一起出席 台湾灯会主灯继小提灯造型发表 记者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回回23年台湾灯会终于重回台北市举办 特别具有异议 因此除了充满科技感的主灯 及创意十足的小提灯 2023台湾灯会还有多项特色亮点 第一个我们这次的灯会规划 是一个城市廊道 也就是规划从101到新一商圈 台北市政府国服纪念馆 松山文创 然后到东区商圈 这一整个廊道有非常多的作品 非常多的灯饰 而且这一次我们甚至规划了艺术入定 什么意思 也就是很多的艺术作品 把它进入到我们实体东区商圈的店家 另外台北市12个行政区 都有一个主题灯饰 然后真正做到让我们的灯会 融入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江湖部观光局表示 总高22米的主灯将在2月5号元宵节当晚7点正式开灯 每半小时展演一场灯光秀 配合今年兔年除了主灯与小提灯 许多主提灯视野都将以兔子作为主题 江湖安表示 由于大儿子以及即将报到的老三都是属兔 因此特别喜爱今年的兔年提灯设计 他也期许台湾灯会圆满成功 带领台湾重新启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北赏灯会庆元宵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今年是云门舞期50周年 4月起将重演创办人林怀明的传奇舞座新船 因为林怀明的一通电话 6年没有上台演出的朱宗庆立刻允诺 将为云门舞时新船演出重拾鼓棒 用尽全身力量奋力一极 6年没上台演出的朱宗庆 这次将为新船重拾鼓棒 今年是云门舞期50周年 4月起将重演创办人林怀明的传奇舞座新船 因为林怀明的一通电话 两人重启合作契机 所有表演过的音乐 它是已经不是音乐了 它是唤醒你所有的身体的细胞 那个都是忘不了的 事实上就是这个与大鼓为中心 来操控着舞台上的舞者 以及全部的观众的呼吸 我第一次参与新船的时候 还不到三十岁 那时候 何鸿起才十几岁吧 那时候只知道打鼓 那么四十年来的感受更多 他给我的心情的那种震撼 跟感受那种就很期待 所以我都演了那么多场 跟排练 每一次包括在这些排练 我都很感动 就不小默默的 整个回忆 记忆地想到 以前怎么样打下那第一身鼓 那么林老师怎么要求我 怎么跟舞者的互动 打完之后跟舞者里面 怎么互相去安慰 他们跳一次死一次的感觉 那种感觉 然后一跳完舞以后 羡慕又这么美丽 这个心里我都参与其中 那当然我 所以这次演出的时候 那种心情的激动 就是说你看每一个人都很期待 当然我说 林老师写简信给我的时候 我马上就会怕他后悔 然后他说 钟晴也讲打鼓 我说很想 想很期待 这种打法 真的是一般在我们 学员派的学习过程里面 还有很多 就是怎么跟舞者那种 呼吸力度 然后要看着舞者之间 怎么互动 这过程是非常重要 每次演出好不好 演出好当然 如果演出不好 我都觉得很内疚 一定是我力量给他不够 或是 这东西会这样想法 所以对林青人团圆 刚刚这次 郭美兹是第二代的 第三代他们在排队 朱宗庆表示 在1985年首度参与新船赴美巡演 自此开启与云门的多次合作 最后一次是20年前的公演 而林怀明则表示 很高兴这次云门第八代舞者 能够和朱团不同世代的团员 携手拼搏 而朱宗庆打击乐团 在圣诞节不幸遭遇火灾 但相信鼓声会带来力量 传递勇敢与希望 我想作品本身就在那里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看到 观众看到 打鼓人是这么辛苦 舞者是这样的拼命 这个东西 但是最后 整个从 插准倒水 很辛苦 可是一直到拓荒 一直到最后的 插秧收割 到最后一个节庆 哇 那个是一个欢乐 所以就看到这个过程 我想 是的 这个舞给人家力量 我想这个舞给人家力量 不是说你看得懂不懂的 已经不是这个问题 困难总是有 那前面的前方 我们要有些重建计划的时候 就勇敢往前走 这种力量 在打这个时候 心情好像蛮像的 蛮激励我 就是奋力哦 大家玩起 修着 大家手牵手往前走 这样的感觉 那种心情 这么巧 是给我力量的一个作品 今天的打鼓 好像是一个 出发的一个宣告一样 我想第一 前一段 就是一个拓荒的一个开始 所以你在黑暗中 观众 等了 然后听到那个打鼓 对不对 整个房子震动 然后就慢慢看到人 所以从一个人到多数的人来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这里面 那个鼓 鼓是一个 东方的鼓是一个 像有神灵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你要打仗的时候 你要用鼓来吹 事实上在有些地方 在收割的时候 它也是用鼓来 鼓是来提升力量 融聚心形的东西 一个东西 鼓也是用来驱邪避邪的东西 把火灾的东西 今天 大家来看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 一种新的 离开戏院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力量 云门当然我还在 可是舞者们是 更年轻的舞者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从1986年到现在 这三个人还是在那里 从头的 然后他们 他们老了 可是更棒 更成熟更棒 然后也这样子 带很多年轻人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对朱才来讲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云门五十临槐明星船 将于4月21号到6月10号 在台北台中高雄苗栗嘉义台东 巡回演出 将带给观众震撼又疗愈人心的 绝世经典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松山区公所举办 景艳繁花满树春 勾织树衣艺术装置展 邀请到国宝籍 且拥有60多年编织经验的 陈郭宝贵老师 以松山区花朱景为主角 战线东方传统的图腾 及西方节庆圣诞 为捷运站及周边人行道的树木 编织七彩树衣 这边都是用编织出来的 用毛线编织的兔子 圣诞树还有蝴蝶 不只色彩缤纷 模样也相当可爱 数以编织团队 由民权国小校长 龚文青带领 在国宝籍 且拥有60多年编织经验的 陈郭宝贵老师 钱建秋老师及编织团队 努力下 花费半年时间完成展出作品 让松山区街头 在圣诞冬季 也能像春天一样 缤纷灿烂 像彩虹这样子 美丽花亮 再接下来 这个是什么 圣诞树啊 不是啊 标志 特别是标志 这边都是用编织出来的 然后再缝上去 怕人家摸的时候 再加强热熔胶的连接 然后这里有双双对对的蝴蝶 所以这个整体的名字就是 因为去长抽要兔子 这是玉兔吉祥狐林门 然后蝴蝶来了 所以这一只有一个很大蝴蝶 本来是点灯的哦 后来因为怕危险 是把灯给拆掉了 所以我们不点灯 我真的觉得老师很厉害 从20岁做到80岁 从郭妈妈做到郭奶奶 这个真的是我们乐林健康的最佳点 那我们再给郭老师一个掌声努力 谢谢老师 那今天除了老师的作品 会一直展到这个灯区的一个期间之外 另外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616的这个团队来 那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616的这个糕饼 616其实是我们松山区这边 这么做这个金像名指导的一个单位 所以这样的用心 那让孩子们除了这个科业之外 也有其他的兴趣可以在这个灯区里面做互动 书一编制作品即日起 在松山捷运站3号及4号出口 展至112年2月28日止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欣赏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再来试破案消息 行政局征破了一起贾林古塔诈欺案 逮捕了5团18人的诈欺集团 以吃好相报接续转介诈骗 从105年至110年间陆续诈骗的金额 高达新台币6115万元 行政十分恶劣 保险箱里一叠叠现金 全都是诈骗集团的首账款 刑事局侦破一起由朱信嫌犯等人 组成的诈欺集团 假装互不认识 要协助被害人出售手中持有的殡葬产品 再以帮被害人结税 需要加购塔位 骨灰罐等室油 于105到110年间陆续诈骗被害人 高达新台币6115万元 诈骗集团的话 他会先透过业务去裹打民众的电话 然后去跟他确认领土台的相关 塔位跟他持有的商品 那再派出业务去跟被害人接触 那刚开始他会谎称有买家 他愿意收购 例如就是你要凑逐一定的塔位数量 这个案件才能成交 那事后再以各种理由来拖延买卖 例如要補缴税金 或者是说合资金主 那在普悠玛事件事故生亡 或者是说马来西亚总统贪污等等理由 来拖延买卖 那再来被害人不宜由他交付现金之后 他就会给予五位罐提货券 把这个案件包装成一件买卖纠论 那大概有六十分之障 那本案租信主权等 分别成立五间公司 组成诈欺犯罪集团 有集团成员与被害人接触 以协助被害人找到买家 出售其所有的殡葬藏品回广子 诈骗被害人加购卡位付费罐 后续再以买家或合资金主家人 以普悠玛事故生亡 更夸张的以马来西亚总统贪污 跨国交易中断等种种话术 拖延买卖 又骗被害人持续的交付巨额的底下 该等诈骗集团 贾后盗修复 持续的转介诈骗警察被害人实施诈骗 行径十分恶劣 致使本案被害人 在五年之间招诈骗的金额 高达新台币六千一百多万 本局战役大会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在今年的八月到十二月 陆续执行速播的查契行动 共查获武团十八名犯嫌盗案 查扣现金一百多万 武徽罐既存评证等张证物 全案因涉嫌诈欺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 侦办 警方陆续执行速播居提 搜索查契行动 共查获武团十八名嫌犯盗案 查扣现金一百一十二万四千元 武徽罐既存托管评证等张证物 全案依涉嫌诈欺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侦办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而福联盟与中信慈善基金会 共同呼吁社会大众 一起协助募集年菜与红包 传爱道偏乡 活动特别还邀请到郭雪福 担任爱心大使 号召社会大众共同响应 让偏乡的孩子迎接温暖的新年 中间中间 来海门看一下前面小花也是哦 小学很专业小学都业 而福联盟超过十年 持续为偏乡弱势家庭 募集过年红包与年菜 但今年的过年特别早 再加上疫情与通膨双重压力 而蒙担心募集状况不如预期 特别邀请郭雪福担任爱心大使 带领高雄偏乡孩子一起做年菜 也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协助募集年菜与红包 尝爱到偏乡 就是有捐款五百块的部分 帮助洛适儿童拥有红包 还有听众他的开学用品 那捐款三千的部分呢 可以帮助洛适家庭有鱼有肉 过得好的年夜饭 还有一个就是捐款三千五的部分 帮助洛适孩子有红包年菜 欢喜过好年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帮助他们 那我觉得社会公益最需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一点点的爱心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 对 众志成不成 不要觉得我们的力量很模小 对 可是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的话 那力量就是很大 没错 而且我觉得他们可以获得到非常大的帮助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发起的第38届点燃生命之火爱心募款活动 每年资助偏乡孩童 从2009年起展开偏乡学童关怀方案的俄福联盟 也是长期受赠单位之一 双方共同进行调查也发现 有三成二以上的偏乡孩子 没有办法和父母一起过年 因此希望燃起大众的热情与爱心 一起来关怀偏乡孩童 福联盟大概开办了偏乡服务在14年了 那跟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合作也进入了第13年 那每一年我们大概服务2000多个孩子 400所的国小 那我们希望是尤其在过年的期间 除了平常的资助以外 会特别为每个孩子准备红包跟年菜 希望他们可以过一个好年 那往年我们知道说偏乡的孩子都是缺乏父母的陪伴 常常有很多隔代教养的问题 那我们也进一步问了孩子 大概会有32%的孩子会提到说 今年其实过年不一定可以跟爸爸妈妈团圆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孩子能有个过年的气氛 所以今年虽然过年很早 但是我们也希望在12月赶紧就是开启这样的木款 然后在过年期间可以准时的把红包跟年菜都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里 点燃生命之火 我相信大家也不太陌生 然后每年我们都会在这边齐军团 那198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8届了 那每一年我们就跟透过儿福联盟的偏乡小学的儿童辅导计划 还有中国兴托的台湾梦 就社区儿少关怀以及我们的爱接棒 针对偏乡的奉求学校的孩子做支柱 然后我们汇集所有社会上面放好的力量 把这一些的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孩子们的身上 那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访了天乡 然后关照这些孩子 其实我们也都看到这些小朋友们 大部分都来自于隔代教养 或者是爸爸妈妈长期在外工作 所以这些小朋友啊 除了常常吃的还蛮匮乏的之外 其实他们几乎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一家团聚一起吃办公餐 孩子的心愿其实还蛮小的 我们常常看到孩子们就说 我希望可以常常看到我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他们可以常常回家 就是哪怕只有一顿年月份的团聚都好 所以就像阿关讲的 今年的过年真的特别早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特别在12月份的这一个时间点 跟大家呼吁 当这些孩子和家庭们 募集一顿丰盛的年菜 给孩子们一颗小的红包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立即改变他们家庭的 经济状况 可是让他们感受到有社会上面 有一股爱的力量 它温暖在支撑着他们 那他们就有机会 有信心 有力量可以往前走 其实这一段期间都可以捐款到尔夫联盟 那或者是中国新的都可以 因为我们都会统一把这个一定的款项 会到尔夫联盟来这样子 那除了年菜红包 当然我们会持续的服务这些偏乡的国小 因为平常开学的部分学费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寒暑假的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就是餐食的补贴 然后让孩子在整年度都会受到照顾 而福联盟与中信慈善基金会指出 只要500元就能让孩子获得一个小红包 或捐款3000元就能认购一个偏乡家庭的年夜饭 邀请大家送爱到偏乡 陪伴孩子迎接温暖的新年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要多注意 孩子在12岁前应该要掌握远视储备量 降低近视后迅速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 家长应该要建立孩童从小护眼的好习惯 地期散同验光检查 监测远视储备量 延缓近视发生 保护眼睛是一门重要课题 依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检查 结果显示 幼儿园小班近视率为6.9% 大班为9% 国小一年级为19.8% 到了国小六年级已达70.6%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阶段 是近视防治的关键期 因此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要多注意 掌握孩子远视储备量 我们的宝宝出生的时候 都有大概200到300 那我们也可以是称它叫做远视储备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这样的远视储备呢 其实是健康失礼的红整 那因为他孩子先天性结构的关系 他有这样远视储备 但是随着整个年龄的增长 长时间近距离的用人 你会发现他的远视储备 就一直一直的被消耗 所以就会产生了近视 那还有一个观念 越小孩子近视 未来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做更高 所以今天的记者会 其实重点就是告诉大家 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外 希望爸爸妈妈还有照顾者 能够定期的带你的宝贝呢 去做一个定期的艳光跟散光的检查 了解那远视储备剩多少 还有呢 及早养成所谓的良好的护眼习惯 那我想远视储备会是 你之后近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力气 那我们卢医师他也用时间医学 推广了希望孩子能够一天在外面 能够活动120分钟以上 所以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在学校容易进行的方式 就是下课教室进化 让孩子下课都能够到外面去放松 年轻的肌肉 让我们能够接触大致 希望能够让私立不良运 能够接触上进化 那这是我们工程目标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建署 把所有的资源和工具会整齐你本桃点 我想我们会持续在校园里面的升华 那也会继续推广 那主要是基于 如果说你从小近视 到成年之后 你会有高度的症状 那到中老年人的时候呢 这个牛肌 高度近视会有很多的后患症 譬如说白云站不离得早来 我情光业 甚至受防满过的地点 以及受防满的情况 所以在这几年 我想中坎民国也和医师 以及国建署 以及教育部 都希望把这个近视的度数呢 降低 不要增加到你的高度近视 或病理性近视的程度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 那国建署跟教育部呢 积极地让这个近视的房子 除了说不让这个度数增加之外 那今天也特别 比如说让这个近视的房子 就是往下希望保留我们远远远远的附备 也就是说让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 他可以保留这个远远的度数 不要很快就进到近视的层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国建署 非常地努力以及吴医师 非常地热心地参与 那有这个宝典的这个产生 那我想等一下我们眼飞医师 这个吴医师呢 那这一方面非常地专业 但也可以提供大家很好的意见 以及疑问的解答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全国所有的眼飞医师 都非常地愿意也热诚地参与 我们噱头近视的房子 国建署也会证四大护眼迷思 破解父母及主要照顾者 对儿童近视房子的疑问 之前我们拍摄的影片拍摄 然后跟吴医师对台的时候 才发现说 我还是有一些做不及格的地方 比如说带小朋友长时间玩积木 或者是做手作 时间一长也是很商业的 所以这一次拍完影片的时候 我真的就要掌握每30分钟 要休息10分钟的3010互演密码 来掌握吴医师的灵魂之创 小朋友在学校的实力检查 如果达到一点点 我们会认为说实力是正常的 不过它并没有代表一个精确的做出 但如果说我们可以 因为小朋友眼睛常常就是会紧张 比较没有放纵 那甚至在学校比实力的时候 都会说发情很吵的 或者是他稍微一年 那有可能从比较差的实力 都变得比较好的实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希望 家长带孩子们到影片有页手 点一下放松眼睛的三统计计划 那就可以知道他真正的度数 那就算实力是一年 他还是有可能是远事 或者是远事储备不足的 近视危险期 或者是近视都有可能 所以这时候 在还没有三统之前 可能是呈现一个假信息式的情况 那三统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孩子真正他的本钱 他的扣打 大概是多少的远事 那如果说远事不够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 采用比较积极的行为 去地方做他的这个 远事储备的口囊 尽量把它维持 不要马上把它花掉 就变成期视 那就会持续增加 那边的近视也每年 增加一百度 很快百度就变成高度近视 年龄越小就开始近视 度数会加深的越快 为了建立仿制近视 从小做起的观念 国间署今年制作 许多视力保健手册 动画懒人包 宣传影片等 希望家长共同努力 帮助孩子远离 以恶势力的威胁 记者沃云俊台北报道 说到少子化的影响 企业备受缺工缺财之苦 而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企业对于技职人才 抱持高度好感 认为技职人才具备有工作 及实务经验 而且有热忱 愿意学习 可以快速上手等优点 就读古堡家商高三的李同学 从高一开始便透过建教合作方式做中学 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具有美法秉级正照 距离毕业还有半年 就已经确定被建教合作机构继续留任 就读至光商工餐饮科的陈同学 则是因为学校采取在餐厅做三个月 回校上课三个月交错的学习方式 才一年级的他就已经有机会 进入连锁餐饮集团工作 我提早进入职场会比同龄人来得更成熟 也能够更提早熟悉业务 会提早为自己找到目标 找到一个努力的方向 一开始有怀疑过自己 为什么要选这条路 但是后来进入职场之后 发现自己也没有排斥 也蛮喜欢 越来越上手之后就蛮有兴趣的 一开始选这个是因为有兴趣 然后就是后来听家人的建议 然后后来就是读了这个科系 也没有觉得就是会比一般人输怎样 就是自己有努力过就好 就是多了一个技术吧 因为如果是去读一般的话 可能就是会读书 可是如果我读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会读书 然后所以我选择了一技之长 就是选择了这个的话 会让我觉得 至少我会有一个技术在 就是不会流失不会走的 会念技职学校的学生 大部分都比较自信心比较弱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除了专业技能给他之外 一定要透过校内外 大大小小的比赛 来建议他的自信心 因为很多学生 在国中之前是 几乎不曾上台领奖状的 等他参加这样一个 技职教育的大小比赛之后 他发现他找到他的舞台 从这方面 我是觉得整个学习当中 他动力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就会展现 他人格特质的部分 他就喜欢学美容 学餐饮 一旦学进去 你会发现如鱼得水 你会发现过去 他对于一般科目学习没兴趣的 就是比较唯一诺诺的部分 在念了技职教育之后 你会看到他发亮发光的 很大的这方面 除了在学校给他之外 我们也会透过一些 那个校外的业界参访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尖教厂商 还有那个大学端 有认识更多企业 在每学期那个办校外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请那个大学端的 透过他们知道的 这样一个产业界的 也请学生去看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高职的 视野是比较狭窄 大学端会让学生看到 原来大学这么大 除了专业设备之外 看到这么多企业 他们会慢慢对于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会越来越憧憬 更加深他未来可能会继续升学 或是就业的一个原动力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少子化冲击有6乘5企业缺财 其中最缺乏机械 电机 商馆等类别人才 而企业对于技职人才 具有好感度 一般大学起薪30952元 科技大学30849元 以新鲜人来说起薪差距不大 其实因为在技职生部分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呢 就已经先有做过产学合作 然后呢也等同于是提早进入职场 所以他们在整个适应能力 应变能力 还有配合度上呢 都相对要来得比较高 所以也有很多的企业主 他们会去选择这个高中的 技职学生也是不如原因的 过去我们知道在科大 还有这个高中职的薪资方面呢 可能跟一般的大学是有比较大幅度的落差 但是呢我们发现在疫情的这两年 尤其在今年因为大缺工的关系 所以整体的薪资幅度呢 要上升了有5%左右 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呢 这中间的落差值呢 其实一般大学跟科技大学 落差只剩下大概是100多元 那但是呢如果是以高中职 跟这个一般的科技大学来说的话呢 这落差大概是落在1500元 其实这个落差幅度 也比前几年要小了非常多 好那我们知道说 因为这个国际的这个半导体 相对来说非常的缺工 也一直在对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招受 所以呢其实台湾的半导体人才 这些大厂都纷纷呢 寄出非常优质的福利还有薪水 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吸引他们 或者是留住这些人才 但是目前呢 虽然已经把这个触角 从一般的大学延伸到科技大学 但似乎这些人才缺口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补上 所以目前呢 这些科技大厂也已经把他们的触手 升上了这个高中职 希望可以提前部署 从高中职的时候就开始培育 他们想要的人才 在2021年跟现在比较之下呢 我们发现说呢 在年增幅度上 高中职的这个人才 在这个半导体 他们的稀缺度来说 半导体他们想要这个高中职的人才的职缺 在上升年增幅度是来到了133% 那这个幅度其实很惊人 尤其整体的职缺是来到了上万的职缺 所以相对来说呢 我们也发现说有五成的企业主是真的有在跟这些高中职的新鲜人来做配合的 就我们这边在这两年如果说平均下来来看的话 一般大学生的这个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的明显 大概会落在2%左右 但是如果是科技大学或是技职学生的话呢 他们的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 要来到5% 调查也发现有六成三的企业会给予有证兆的人才加紧 另外有四成企业曾经加入产学合作计划 显示严重缺功下 极占力强也成为新鲜人的一大优势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谢国梁市长说之前走访基层 民众跟他反映最多的就是乱丢垃圾的问题 因此他跟环保局长出席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表示将从三大方向来宣导与执行 希望大家一起携手 营造干净的基隆 谢国梁市长在事务会议后 记者会表示 他在基层走访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跟他反映 垃圾乱丢的问题 已经成为在地的困扰 因此他认为要积极解决这个问题 让基隆能向日本的街道 给人干净整洁的印象与感受 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实都了解到 在大家居住的大街小巷 其实都很容易看到垃圾 比如说我们在跟基隆的民众 在闲聊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很向往去日本旅游 去日本观光 让他们感觉到很舒适 比很多国家来说 日本都是大家很喜欢去的一个地点 那一个很主要的理由 就是它很干净 然后很整洁 让去那边的人的玩乐 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 很舒服的一个感受 那我觉得基隆 未来我们要跟日本这样子的 一种先进国家 要来好好的学习 就是要把我们的整个环境 都能够打造得更干净更整洁 那靠的一定是要跟市民朋友 大家通力来合作 至于要怎么来落实 改善乱丢垃圾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 与共同出席记者会的环保局长马仲豪也表示 首先会透过拍影片来加强宣导 另外也会从提高伐环基准 与科技执法的方向来推动 我觉得宣导还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要拍一些 让人家有感同身受的宣导短片 事实上宣导片 其实我也一个电影 我曾经看过 而且很喜欢就是十二页 那时候来拍一个电影 事实上改变了整个我们国家 对于这个动物动宝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让市民朋友 透过一些微电影或短片 深刻的了解到 其实垃圾现在是我们基隆市的整个城市 跟家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一定是要积极的来改善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提出更有效 而且更积极的垃圾罚环的一个政策 我们目前环保局针对乱丢垃圾的 裁罚金额为一千二到六千 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以最低金额 来作为目前的一个裁罚标准 而且裁罚的案例 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认为说 今年这个是绝对会列入一个 我们现在非常重大要加强的议题 那我们也会订定裁量 提高罚环基准 来作为未来的一个政策 所以一千二将不再是我们未来 要作为垃圾罚环的一个基准 我们未来会看实际的情况 会予以提高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也要加强科技执法 加强科技执法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垃圾罚环的处罚 都是人为举报 人为取缔 那这个部分其实 效果跟人力的耗费 我觉得效果是相当有限 那将来我们要加强 对于这个乱丢垃圾的部分 要对于用科技执法的部分 我们会予以加强 但是如同我刚刚讲的 我们还是以宣导为主 但是未来在科技执法的部分 我们会予以加强 而且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做科技执法 要建制这些设备 事实上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那我们也不排除跟民间企业合作 共同建制来降低 政府本身对于这个垃圾科技执法 本身所需要的公务预算 如果透过民间相关的企业来进行合作 我觉得可以 希望能够有效的降低政府的负担 呼应市长干净家园的理念 其实环保局在针对环境保护的部分 只要任何对基隆的环境保护有益 有加分的部分 站在环保局的立场 我们一定会全力推动 刚刚市长谈了蛮多 针对干净家园有三点主要的项目 在未来呢 环保局也会针对这些部分 进行内部的研议 在未来的市政会议上 也会再提出具体的方案 来进一步的跟各位市民朋友 做进一步的说明 市长谢国良强调 干净家园需要大家共同来营造 将透过加强宣导 与执法面向的配合推动 来逐步减少乱丢垃圾的情况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为了要感谢环保局清洁队员紧急出动 清除基金一路分隔岛上的垃圾 市长谢国良特别拿出他12月的特别费 颁发红包 为了清理垃圾的清洁队员 也呼吁市民一起来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让基隆成为干净家园 来环保局弟兄赞不赞 赞 市长谢国良与环保局清洁队员握手道谢 并拿出他12月的特别费颁发红包 感谢清洁队员日前紧急出动 清理基金一路分隔岛上乱丢的垃圾 维护市容环境 这些清洁队的弟兄们 在前几天我们在基金一路中央分隔岛的时候 我们请大家临时紧急来做一些垃圾清理 所做的努力我来跟他们谢谢 因为那个时候环保局 我们那时候有在讨论一些工作权责分属的问题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厘清 垃圾马上那时候就会困扰我们 所以我就请局长无论如何 一定协调一些环保弟兄来帮忙 解决垃圾的问题 那时候也很感谢我们潘队长跟我们的队员们 第一时间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也特别感谢大家 今天我特别拿了我12月份的特别费 还给大家一个小小鼓励 这个金额不多 但是是一个我个人的心意 那我是觉得说现在全市有蛮多垃圾乱丢 垃圾充满了大街小小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会造成了环保局的弟兄的负担 也会造成这个城市的负担 所以我今天有特别提出了这个干净家园的政策 那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未来我们金融市要越来越整洁 那不能乱丢垃圾 但是我们随时随地也需要我们的环保局弟兄 如果真的发生有一些垃圾乱丢的情况 还是要请他们来协助处理 所以今天是来特别跟他们表示感谢 那在寒冬中 还要在有时候大清早 有时候这个大半夜 都要来做一些垃圾清扫的工作 真的是很辛苦很不容易 我特别也代表市政府来跟他们谢谢 由于接近一路车流量大 分隔岛上的垃圾不好清理 因此谢国良市长感谢清洁队员迅速地清理环境 谢国良也再次强调 除了清洁人员的努力之外 最重要还是要靠全民的功德心 不要乱丢垃圾 市府会积极推动 让基隆成为干净又美丽的海港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市议员林沛祥持续关心 搭乘9026国道客运通勤族的问题 特地邀请交通处长 一起到南港展览馆站 实地了解通勤族的问题 期盼继续和台北市政府 及新北市政府合作 改善后车环境及站点等问题 虽然已经卸下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的身份 不过基隆市议员林沛祥 仍然持续关心搭乘9026 国道客运通勤族的问题 特地邀请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震宏 一起到南港展览馆站 实地了解通勤族的问题 期盼继续和台北市政府 以及新北市政府合作 改善通勤族的后车环境 以及站点等问题 身为最关心通勤族的佩祥 就在这边很想建请交通处 跟台北市政府来建议 把目前的这个后车环境 跟这个站点能够再加强 毕竟来说 基隆人在台北上班 高达9万甚至10万人 这个人次 这个人流是非常的高 所以在这边 王处长也在这边实际看到了 我们在这边等车 后车停上面的部族 跟通勤族上面的辛苦 那我会希望说市政府 能够把这些 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包括我们这些通勤族 跟他直接表达的意见 能够好好带回去 来去做未来 跟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能够沟通协调的参考 然后把我们9026的 这些通勤族们 好好保护住 好好让他们能够 准时上班 安心回家 早点回家 请交通处来了解 包括我们9026 我们回家的一个通勤族的 一个情形 那以及整个后车一个环境 然后想我们未来 针对这些相关的缺失 会跟我们台北市的一个 相关局处来研议 那看如何改善 整个的后车环境 让我们市民朋友 有更好的一个 搭车一个环境跟空间 谢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这里来看 基隆东岸地标 基隆塔全力赶工 但噪音与工程老林 引起民怨 基隆市议员吕美玲 接获民众诚情指出 这工人喝酒的空瓶 结便当盒乱丢 向市府投诉 却没有回应 对此市府都发处说 会要求承包商监督 并约束工人 违反可依咒契约开罚 让工地喝酒可以 还收拾了这个态度 还超级差 居民用手机拍下 工人喝了酒 在工地吵闹声 骑楼机车上 留下空啤酒瓶 烟蒂 檳榔渣等杂物 这些都是基隆塔 施工后 工人带来的垃圾 他就是把垃圾都洗掉 所以有的时候 像那个住屋前面那个 都有 我都会来 都会帮他们清掉 因为很久 一开始到现在都清掉 然后中间就是 我们骂一次 好一阵子 骂一次好一阵子 居民多次向包商反映 但改善空间有限 主要是每一次 都是不同的包商 带来的工人 却都不同一批 一开始 坐的时候 先是工人摩托车 停的到处都是 然后噪音 然后我就是 我这时候是跟他们的 工地主任协调 然后有好一阵子 好多了 然后隔了一阵子 又换了一批 不知道是水电还是什么 不一样的 他们会推来推一批 会说 这不是我的工人 因为我们上一次反映 他就这样 这不是我们的工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对谁啊 旧市议员 呂美玲接获民众陈情 亲自到场了解 民众还提供捐进器画面 这名工人 经常在骑楼喝酒 乱丢垃圾 施工的厂商 他本身呢 下包的厂商 如果下包的功能 如果他的品质不一的话 应该施工的厂商 要负起这个责任 让要求每一个施工的人员 在场 尤其在场施作的人员 他必须要严谨 这个施作的原则 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 你首先当然不能喝酒 你喝酒施工本来的危险性 潜在的危险性就很大 那第二个呢 你的环境呢 一定要整洁嘛 尤其你在吃得完的便当啊 废弃物啊 饮品啊 或者是你什么 檳榔渣啊 那个香烟 烟头啊等等的 你都自己要收拾干净 你不能造成周遭 环境的影响 环境的整洁的影响 针对金融塔施工厂商造成扰铃 深浦都发出强调 将会要求厂商约束工人 不容许类似情况再发生 如果涉及到厂商 他有在施工期间喝酒的部分 依劳安以及契约的规定去做罚还 那也要求厂商务必要要求他的下包 不得有在施工的期间 有喝酒的一个行为 那第二个涉及到厂商 他的下包可能在休息时间 有在民众的范围里面去喝饮料 或者是有其他的产生垃圾的部分 应该随时的去做清洁 不过因为这个工程非常的大 厂商 下包的素质来来去去 确实是不同 不过我们这个部分 不得还是要归咎于厂商 他必须要是三斤维护管理的责任 市议员吕美龄要求市政府 施工期间要严格督促厂商 做好敦青木林 降低对周边商家住户带来的困扰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今后有一名老翁 到杂货店喝酒喝得醉醺醺 想骑脚踏车回家 还没有坐上车 就先踩空 跌趴在地上 差点被轿车撞上 整个惊醒过程都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穿着白色外套的成型老翁 走起路来一路摇摇晃晃 来到脚踏车旁 想要牵车 还没上车 右脚跨不过 就接着踩空 整个人跌在地上 身旁突然出现一辆轿车经过 吓得往外闪 差一点就被撞上 杂货店门口 还摆着好几瓶的空酒栏 这起案件发生在基隆合一路 这名70多岁的成型老翁 喝完酒准备骑脚踏车回家 但他全身无力自摔 差点被撞 警方将人送医抽血检测 换算呼吸酒测值 高达1.76毫克 警方巡逻 发现一男子倒卧于路中 立即下车救护 发现该男子身体多处擦伤 并伤化出容后之酒位 经调查该男子为 酒后预期成脚踏车自行返家 因不胜酒力自行跌倒 警方呼吁酒后不开车 并针对微型电动二轮车 及慢车 加强染查及劝导 虽然老翁还没有上路就摔倒 警方没有开罚 但酒后骑脚踏车也是酒驾 超过照样能罚 民众还是不要心存侥幸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早清的大肠癌 大多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如果透过定期筛检发现 治愈率非常高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 就建议50岁以上的民众 参与每两年一次的 免费粪便前协检查 卫福部基隆医院大肠直肠 外科医生赖俊志表示 早期大肠癌 大多没有什么明显症状 如果透过定期筛检发现 治愈率非常高 建议民众 国健署针对50岁以上民众 有补助每两年一次 免费的粪便前却检查 如果检查结果是阳性反应 建议尽快进一步 做大肠镜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其实我们这个筛检的检测 其实它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它的特异性反应性 其实基本上都很可靠 也检查率正确率也很高 所以它又是用这个免疫法 去做的一个检测 所以基本上 有筛检出来的就代表说 你的大肠方面 其实基本上已经是有一些 出血的问题 那它不会是检测到一些 上消化道 它的已经是一个比较 精准的一个定量的筛检 所以一旦检测到有阳性的话 就代表一定是有一些些异常 那我们还是会希望说 能做进一步的筛检 基隆医院进一步表示 现在的粪便前却检查很方便 又比之前的检验方法更精准 不过还是有民众 粪便前却检查反应是阳性时 不愿意面对 要求再做第二次检查 医生大多会配合民众的请求 但是以医生专业的态度判断 是如果有一次 粪便前却检验是阳性 就应该赶快做大肠镜检查 古时候叫化学法 那种是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所以我们以前的观念会说 你好像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 或肉类或胃出血 会影响到这分辨前却的检验结果 新的免疫法是不会 新的免疫法它是去侦测 分辨里面的红血球 所以只要验到有就是有 那我们说上下化到出血 它的红血球会被胃酸破坏 所以它不会在 在这免疫法里面是咽不出来 所以这新的免疫法 就是准确度很高 所以国健局 健保署大家都一直在推动 希望说50岁以上 就可以来做这个分辨前却的检查 正常我们大肠癌的发生率 是十万分之三十 可是你分辨50岁以上分辨前却阳性 来做大肠镜 有百分之三的人会看到大肠治疗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 百分之三 你都走在路上 有百分之三的机会被车子撞到 大概不太敢上路 是不是 这是百分之三 其实听起来比其实是蛮高的 分辨做这个检查 那刚才柯主任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次 三次来这里一次就有了嘛 所以你就算阳阴阴 要不要做大肠镜 也是要嘛 所以你不要浪费那个时间 说我还要做第二次 寻得安慰 不过我想人性是这样 但不管是遇到 分辨三姐阳性 甚至说 我们很不幸知道说 病人罹患了癌症 第一个就是否认 第一个就是怎么可能是我 所以在这个相关的一个心情的调试 我们医师会来做一些宣导 做一些慰教 那其实柯主任的意思就是说 一来就是要快做了 不用再去我们寻求第二次第三次 阳阴阴你还是要做 你再做两次阴气还是要做大肠镜 基隆医院也建议民众平常可以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肉类 避免吃烟熏或烧烤类食物 维持每天运动以及两年筛减一次的习惯 就可以有效预防大肠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未经议都会发现 未经议都会 未经议都会 未经议都会发现